今天8月8号恰逢周末 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婚姻注册组 就迎来了56对新人共结联礼 不过目前还在复原型管期 所以往年的集体注册仪式一律取消 每对新人分开时段完成注册手续 护许终身 同时新人、证婚人以及亲朋好友 都戴上了口罩和维持肢体距离 在严守防疫规定下见证喜庆日子 8月8号的早晨 56对新人趁着良辰吉日 来到天后宫婚姻注册处签下一纸婚书 新常态婚姻注册 少了人山人海的场景 也打乱了原本的结婚注册安排 但新人的脸上还是难演幸福的笑颜 在8月8号这一天共结联礼 我们其实之前会觉得很麻烦 因为之前plan好了的东西都延迟了 可是选到8月8号今天也是很lucky 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不过看到我们就是觉得是给我们的一个考验 觉得我们可以克服的话 我们将来日子也是可以走得比较顺点点的样子 还好就觉得要跟那些SOP比较少人可以参加 所以没有这样会比较遗憾 就是没有这样多人可以跟我们一起 不过也是还好就里面只是自己的家人过来罢了 尽管婚姻注册限制出席的人数 但齐聚一堂的亲朋好友高谈破论之际 难免会卸下防疫警戒 因此执行人员四处巡逻 使用扬声器叮嚀民众 同时婚姻注册组也面对人手分配的问题 全力赶在10月前重新编排799对新人的注册日期 所以说我们挑战的话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加重了加倍了 因为我要调派人手 量体温 疏散人群等等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之前受影响的700多队 要重新偏排过这个支持 所以我们就工作量就增加了 随着复原期刑管令 这个月31号结束 天后宫婚姻注册组预料在9月份 会迎来更多新人排队注册 因此要错开人潮高峰 各个新人受处选择向来 华人避讳的农历七月办喜事 如果没有经济的 我们还是欢迎 鼓励 就不用这样拥挤 就不用再跟大家 像今天这样就 这么多人一起再拥挤 然后我们就要更谨慎地 去维持持续 如果在一般的日子的话 可能 也是要维持SOP 是说没有这样拥挤 就是大家就方便很多 不过这些日子 不是我们所能规定 是有新人跟他们们 去做他们的决定 由于疫情和新管令影响 不少新人原定在良辰即日 举行婚礼和注册 统统推迟了 当中有149对新人 至今还没有选定新的日期 婚姻注册组提醒新人们 必须在9月30号之前完成注册 否则就需要重新办理手续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 陈伟任 吉隆坡报道